大家好,我是孙红贺 欢迎大家关注我每天的短视频 其实我们小瞧了一部分人群 叫做底层的创业者 很多人说,说你看你敢赚一个工资 又不敢打工 你这顾虑太多,胆太小 其实我告诉大家 在创业这个领域当中 胆最大的恰恰是这些底层创业者 我们称之为没有钱创业的人 为什么呢 他们真敢借钱创业,敢借高利贷 敢什么呢 敢孤注一掷,敢赌 敢不择手段来创业 其实职业的创业者 有个工作经历的 有过经验的这些创业者 他不敢 他想到的是什么 他想到的叫做风险控制 所以今天我们来想一想 创业过程当中 哪一个因素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呢 对于这些想赚钱的人 最重要的当然是选择 选择一个赚钱的项目 赚钱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们看到的是钱 当你看到利益的时候 什么都敢干 这个月赚100万 这个月赚1000万 喜迪和谐号 什么直销 会销 夸大虚假 刷朋友圈 那都不是事 所以不要说没有钱的人创业 他胆小 这些人是胆最大的 但是当你有了经验 有了格局 有了毛话 懂得了什么叫做自知 什么叫做格局 毛人片 毛视片然后解决系统的思维的问题 工具的问题的时候 方法的时候 你恰恰懂得了什么叫做风险控制 那你比如说商业模式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创业者不懂创业模式 那怎么创业呢 你看那些胆大的 他不讲什么商业商业模式 但是懂得的专业型的创业者 他必须得讲 商业模式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叫做什么 价值实现 那你得解决什么呢 成本问题吧 就成本模式 得解决赚钱的问题吧 叫收入模式还得解决风险控制的问题 叫做壁垒 也叫做什么控制风险的模式 其实这三个模式当中最重要的就是风险的模式 我们看到了很多赚钱的事情 那么这个风险不仅包含了我们花多少钱的问题 能力的问题 资源的问题 打个比方 说我不差钱 我可以借钱 我可以借高利债 但是呢 这个能力 这个项目跟你匹不匹配 不能匹配吧 还有一个时机的问题 你这些都不想 你就大胆的来干了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最牛逼的一个创意者 当然也是最可悲的 所以他们的口号叫做什么 叫做两横一竖就是干 不要小瞧这些没有钱的创意者 不专业 反而比专业的敢干 有人说 那你看我们身边的朋友 谁谁都做了 那你怎么没有看到谁谁破产了呢 赔钱了呢 所以当我们选择创意的时候 永远要记住这样的一句话 万一我要赔了怎么办 很多人说我这件事情赔了 我开一家公司 我破产了 没关系啊 我再开吗 你像红克也开破产了很多公司 对吧 我是法人的 那我现在当法人 我以后我不当了 或者说我明年 我再出事一个公司 我再当法人吗 可是有一些人 就我说这种胆大的 穷大胆的人群 一次性失败 就东山不能够再起了 为啥 你山都刨没了呀 你如果要能控制风险 今天我赔了 没关系 就代表了我此时的一种状态 那我明天再干嘛 我量力而行 我都什么的 都有自己的一个什么的缓冲的地带 那这叫什么 这叫创业是一种过程 而很多人把创业当成一个结果 要么结果 要么后果 这是不对的 所以呢 今天我反驳啊 大家一句话 也不要再小瞧那些穷人 或者说没钱创业的人啊 他们胆是真大的 所以呢 叫做穷人创业胆 比职业创业者胆更大 更肥 好了 我是洪赫 不知道我的解析 你们认不认同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的短视频 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一点 我教材当中的内容 这段内容 就是在我教材当中的第一章 自知部分 大家可以找到更清晰的答案 好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